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 那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 区块市一个礼拜会出刊三封的email 给付费的会员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podcast 那另外两封我们在讨论什么呢 最近我们讨论了coinbase这个交易所的上市 那很多人可能曾经有听过 或者是曾经使用过coinbase交易所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coinbase它从2012年成立以来 他们其实是从钱包开始出发 然后后来才慢慢扩展到交易所 我会把它称为叫做加密货币的银行 那他们现在开始提供很多金融的服务 只是coinbase交易所虽然它最近非常有名 但是你实际去网路上查 你会发现其实关于他们的资料没有太多 那这篇文章呢 我就是去找到他们的种子轮募资的简报 然后搭配他们上市申请书 然后去拼凑出一些脉络 就是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那另外一篇呢 我们在讨论的是The Sandbox 这个线上的这个叫做区块链上的大富翁游戏 然后在上面说 教你怎么成为这个链上的地产大亨 你可能在台北市买不起一栋房地产 但是现在在链上 在以太坊这个区块链上 你也可以买一栋自己的这个房地产 然后在上面经营自己的生意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到Google上面搜寻 区块市趋势的市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 来支持区块市的营运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哦 就是大家最近在新闻上 可能会常常看到就是 包含特斯拉 又买了15亿美金的比特币 那或者是MicroStrategy 他们又就是一直买一直买比特币哦 那到底为什么这些企业要买比特币 那他们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策略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特别来宾 是财经自媒体 王博达观点的负责人 王博达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主题 那我们请博达跟大家打声招呼 明恩好 还有各位区块市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博达 我自己可能是不到两三年前 就开始看这个YouTube 王博达观点的内容哦 然后在大概是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吧 2020年的年中 看到这个企业一直买比特币 那后来又有Square 然后MicroStrategy一直买 那最近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 Tesla买了15亿美金的这个比特币 到底他们为什么要买比特币 或者是说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问题好了 就是说最近大家好像都发现 比特币啊或者是美股啊 甚至台股就一直涨 为什么在一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这些投资商品 他们会一直的往上涨上去 其实从去年新冠病毒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了嘛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国家 几乎都经过了至少一波到两波的疫情的高峰期 那在高峰期的时候呢 这些国家其实是采取很严峻的经济封锁的策略 所以它整个经济是激动的 像我们看到武汉啦 或像美国 他们其实基本上街上是没有人的 整个经济是停滞的 那这些国家要怎么样让他们的经济 可以维持运作下去 他们就是政府发钱 像最近美国又通过1.9兆的刺激方案 要继续发钱 每个月发1,400块美金 但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他们要怎么样去发这些国债 谁去接手这些国债 其实如果在一个国家 短时间内发出很多国债的话 这样市场是没有这样应付的 所以最后呢 他们就是由各国的中央银行 比如说像美国 就是有联准会出手呢 去印钞票去买下这些债券 那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我们 可能会常常听到的 叫做量化宽松 因为过去的话 我们在2008年以前 其实他们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刻 是透过利率的控制 但现在利率已经降到零了 很多国家甚至还是负利率 所以他们在利率的部分 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着墨之后呢 他们就从货币的供应量来着手 所以他们就持续去发行货币啦 买下他们的公债 这就变成量化宽松 那这个规模其实蛮惊人的喔 因为我们以美国为例好了 他们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到现在 他们美国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增加了超过三兆美元 原本差不多四兆美元 所以大概不到一年内 就大概快一倍 那大家知道比特币的市值 差不多就一兆美元 对 所以等于是蒸发了三个比特币的市值出来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其实这些钱不知道去哪里 那他们就是去推升这些 比如说你看到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像债券 房地产 股票 然后加密货币 几乎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在上涨 所以刚刚问到就是说 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 反而这些资产价格不断的上涨 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各国政府为了要去维持经济的运作 发行很大量的债券 那各国的中央银行 像联准会 他们必须要去吃下这些债券 就是释放了很多的货币到市场上 才会去推升这些资产的价格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可能不是这些资产价格在上涨 其实是美元价格在下跌 因为它发行了太多美元了 那相对来讲你看 比特币的数量是公子是有限的 那房地产也不可能短时间供给增加 所以相对来讲 你大量增加的美元 等于美元的价值下跌了 所以才是采生这样的状况 我刚刚听到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就是在不需要印钞的情况之下 中央银行通常会降低利率 对 可能就叫降息 然后通常降息几码这样子 那这主要用途是把银行里面的钱逼出去 可以这么说吗 或者说去刺激人家去做 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去做借贷 比如说利率过去房贷3% 那现在是2% 那我可能就觉得 那现在去投资房地产是不是有利可图 因为利息的成本降低了 对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在第二阶段才想说 那因为利率已经降到零了 我就想到之前在雷达利奥的一个影片 叫做经济的机器是怎么运行的 那影片里面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他就是说那每一次降息降低这个利率 想办法把这个钱逼出去 他就有一个把手 然后就是往下压 然后那个零就是已经压到底 没有办法再下去了 怎么办呢 于是就开始说 那我们用印钞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那如果要刺激经济的话 那政府就会发行债券 那中央银行在发行美元 再把它买回来 于是就有钱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整体就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 于是市场上充满了钱 那到底钱要去哪边 就开始流入 例如说股市 或者是流入比特币上面这样 其实这个过程 我觉得跟那个SATOS 他当初在08年09年 去推这个比特币的那个背景很像 因为当时其实是美国的次贷风暴 那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去救这个金融业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把利率降到几乎零 然后推出量化宽松 去释放给流动性的市场 所以在那个背景之下 比特币跟比特币整个系统才被创造出来 那这一次其实不是为了拯救金融系统 是为了拯救病毒疫情之下的 整个实体经济的活动 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个又更激进 然后释放出更多货币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背景很像 然后都同时帮这个比特币 被人们所接受 所以有点像是你把钱放在银行 如果你完全没有动的话 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 其实一部分会说 这些资产它的价格被推升了 但是反过来你也可以说 这些美元或是台币 它的价格或价值被稀释了 就是你刚刚讲的Red Adel 他讲的Cash is Trash 就是放现金像垃圾一样 不要放现金 那于是大家就会想说 例如说你的总资产 跟去年比起来 没有增加的够多的话 那于是有点像是说 你不进则退 就有相对被剥夺的感觉 我记得之前我好像有访问过帝安交易所的执行长CZ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政府从你的银行里面拿走钱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方式就是直接从你里面挣着来 就是直接把你的钱拿走 但是这种会造成人民的反抗 就是说我的钱怎么突然100万变成50万这样子 那于是他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那我增发一倍 那增发一倍也是总量增加 有点像分母增加 但是你的分子一样是固定的 那于是你的购买力就下降了 对 对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那第二个我就还蛮好奇的 就是说那既然比特币 他有点像是一个众多投资商品之一 那你会怎么去描述 比特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我的理解跟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种数位的黄金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的性质跟用途 其实相当的接近 因为像我们熟制的黄金 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储藏价值 然后供应量是有限的 另外一个就是黄金 他在以前是被当成是一种结顺的单位 比如说以前在金本位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是直接用黄金做交易 跨国的贸易可能是用 比如说跟美国人做生意就用美元 跟中国人就用人民币这样子 最后我们要结算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假设台湾跟美国做生意好了 我们买了很多的军火 然后卖了很多的晶片给他们 最后结算以后我们赚了一些美元 但是美元在台湾不能用 怎么办 以前在金本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拿美元跟美国政府 换成黄金的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固定兑换的比例 所以黄金是一个跨国贸易的 一个结算的单位 那我们就拿了黄金之后 再回到台湾可能就换成新台币 去使用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跟比特币的限制很像 那比特币现在其实价值储藏有限 这两件事情跟黄金是一样 这我们已经知道 那结算这件事情 其实我比较少看到 也提到 但是像前几天 Elon Musk 他跟一个经济学家 Peter Shipp 在推特上面在谈话 这是起因是因为 Musk他说这个比特币 或加密货币 大概跟法币几乎一样的来 然后呢 那个Peter Shipp 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然后他长期以来 都是推崇黄金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加密货币 他就顺着这个 Elon Musk的这个话就讲说 对他们其实都很赖 黄金才是比较好的东西 那Mark就回他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说 你在用电子邮件上面 记录了你买了一笔黄金 其实跟你在区块链上面 记录了你有多少比特币 是一样的意思 他认为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 记账的单位 然后金钱其实是让这个 交易的过程更顺遂 更方便而已 他们都只是一个记账的单位 所以他最后又丢下来去说 所以为什么他觉得 现在比特币有点贵 因为他可能如果把它当成 一个记账的单位的话 他可能就有点贵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 Mask他这个诊断过程来推论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比特币他其实除了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的 数量有限 然后价值储藏的功能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Mask他讲的 他就是一个结算的一个工具 那也是因为这三个条件 我觉得跟黄金很类似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比较像是数位版本的黄金 我自己最好奇的是 你刚刚提到 以前用黄金来结算 那你有实际做过吗 我们现在因为不是 已经不是金本卫士 对 现在其实大家都是用美元结算 所以现在其实不会有这种 用黄金结算的一个过程 对因为我刚刚在想 那个流程会怎么样 有点像是说 那如果我拿着美元 然后去跟美国换成黄金 然后再带回来台湾 然后再用黄金换成台币 应该是这个流程吗 对 之所以后来就是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继续运作 就是因为美国 它已经没有那么多黄金 可以让人家换了 当时其实法国就觉得 你美元这样子 长期这样消费 然后又打仗的 你应该是没有够多黄金 可以让我换 所以他们就不想持有美元 他们觉得美元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就要求说我要把我现在手上所有的美元 都换成黄金 美国想说完了 我黄金不够换 他就突然说 我禁止你们再继续用美元 跟我换黄金 所以最后其实现在 法币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中 他们没有办法再去应付大家的兑换 所以就脱离黄金这个东西 现在的做法就会变成说 大家都会说美元它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 换句话说这不是什么金本位的时代了 对就是每个国家就是自己的法币本位 因为美元现在是一个全球流通的货币 欧元也是一样 他们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货币去发行 然后去做结算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会让大家会觉得说 例如说刚刚提到比特币 现在好像就可以复制类似的模式 只是说它不需要有实体的黄金来流通 但是这好像回到了金本位的时代 现在变成了比特币本位 对如果有政府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它就变成是回到当时的金本位 只是它的商品就变成是比特币 它储备的商品就变成是比特币 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这种 关于比特币跟黄金的讨论 那其实我也蛮同意 它就是一个数位的黄金 那刚刚提到它有黄金的特色 那唯一的差异就是实体跟数位 那但是光是实体跟数位 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是它可以分割 第二个是它可以通过网路传输 所以第三个当然是说 它不用储藏在一个很笨重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某个金库里面 然后要有很多保全 那但是反过来说 它也因此有很多危险的地方 例如说现在很难安全的保存它 因为骇客会进来 或者是说那你不小心多输入一个零 那就不见了 那这跟你拿10克的黄金 跟100克的黄金 可能实际上摸起来差不多 但是这个差一个零 可能就差很多了这样子 这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从实体黄金 过渡到数位的黄金这样子 那另外你会觉得说 自从有了比特币之后 或者说现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或者说政府发非常多钱的时代 比特币在经济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讲 大部分人还是把它当成是一种 可以储藏价值的一种资产 就把它当成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因为看到现在蛮多的人 开始去思考的都是从这一步开始 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或是个人投资者 其实都是从这样的角度 去思考这件事情 有看到你在去年的课程里面 就告诉大家说 你应该要买一点比特币 当成资产配置 对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早就认同 比特币的一个人 我大概是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 看到美国政府联准会 这个无限量化宽松之后 我认为这个东西 应该会让大家对于这个法币 失去信心 所以当时就想说 那黄金比特币 应该就是大家对法币 失去信心以后 最有可能会增值的一种资产 那黄金在去年 大概创了十几年来 单年最高涨幅 那当然没有比特币那么多 但是黄金其实也涨很多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配置 就是比特币 其实我是比较晚才加入比特币 那所以评论我的成本蛮高的 大概9000多 比大家就还都高很多 那大家慢慢去认同这个东西 其实是 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 就是你把它 从一个电子数据信号 怎么样认同它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 从古老的货币体系到现在 你会发现它都是一种 互信的系统 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 本来就没有价值的 比如说像以前的贝壳 古时候像可能用牛 牛皮 甚至是用稻米这些东西 去做一个货币 那你说贝壳有什么价值 没有啊 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是说 开始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作为 货币使用的 然后它认同价值 它就背出它的价值 慢慢的就会有其他人说 那这个东西有价值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货币体系的形成 本来就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虽然只有一小撮人 一小部分人认为 比特币有价值 但是随着说 从个人投资者 慢慢进入到的企业之后 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 去认同这个东西 它是有价值的存在 一群你刚刚说的 我突然想到之前 好像有看到马可波罗的故事 就是说他来亚洲 然后逛了一圈之后 然后他就发现说 原来中国是用钞票 在交易的 而不是用这种金属 那于是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钞票会有价值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然这边的政府 他就已经先统一了 就是说大家都说 这个钞票有价值 由上而下的 就是说这个钞票 他就代表是一个价值的载体 那大家现在已经 日常生活中 已经碰到很多这种数位的东西了 包含大家每个月的薪水 可能都是直接用数位的方式 转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来 但是其实大家对于数位的认知 我觉得现在还在半路上的感觉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觉得 数位的东西已经觉得很自然了 就有点像是这种 有实体当成背书的 或者是当成抵押品的 这种数位讯号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可以 例如说刚刚说的这种现金 你就随时都可以去把这个数位的东西 换成实体的钞票 大家就觉得说那这可以 但是比特币这个就更挑战 大家的既有认知 就是说大家都会直觉反射说 比特币它有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 让我去拿到它 但是你再认真的想一下 就是说你拿到那个实体 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就像我们在买网拍的时候 它其实也都是数位在那边传来传去而已 我们从来没有讲求说我们一定要拿到这个钞票 然后就跟那个买家买东西 所以现在当然是比较挑战我们既有的认知 就是说那它从一个实体数位化的商品 变成是纯数位的东西 它先添下来就是数位的 于是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有点不太可以认知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既然以前都可以从金属变成纸钞 那现在可能也可以从这个纸钞变成一个 纯数位虚拟摸不到的东西 但是无论它是金属纸钞还是数位讯号 其实它们共同承载的都是同样的价值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渐进式的 就是说以前的货币它其实除了兼具这个价值储藏之外 它其实还有实用上的功能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它可能是以前征税是征稻米 征布这些东西 它可以变成是一种税收 也可以当时实际上来使用 就是说今天有人假设不收这种货币 我至少还可以拿来用 但是后来慢慢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什么铁钱铜钱 甚至后来银币金币 这样的东西去取代这种实际上有用途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已经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进展 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本身有用途 它其实是代表一个价值就可以了 那到后来金属本身的价值也不需要 不用纸币嘛 因为你相信政府说可以用这个纸币 去跟政府换黄金或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又是一个信任的在跨越一步 所以现在连纸币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来自示威讯号 其实大家去想 你现在用手机支付 或是用什么优务卡这种支付 你也没有拿什么实体的钱 你现在手机支付你也没拿实体的钱 但是你还是相信他收的人也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要让这个信任再跨过去一步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个市场 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信任再往前推 因为过去就是我们一些个人投资者 或是一些先行者 在这个比特币这个市场里面 但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企业 甚至是金融机构 他们愿意把一部分的资产去配置在比特币里面 我觉得就有可能会让这个互信的系统 再往前再跨一步 那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觉得比特币的价值 就会再进一步的往上点高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本来我们用稻米在交易的时候 是我们赋予它价值之外 它本身也有实用的价值 就是说最后可以把它拿来吃掉 就算没有人要收这个稻米当货币 我还是可以把它吃掉 对对对对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那个稻米它可能是有一个时效性的 它可能会烂掉等等的 而且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仓储 但是金属它就已经变成说 我有这个金属 它已经在抽象化一层了 就是说我不需要那个实用性 但是它还是要一个实体的东西 但是它已经没有这种时效性了 多数的金属都 尤其是黄金它可以放很久 那再接下来就是说 它纸币 现在看起来就是变得更容易交易 就是说它随身攜带 那大家身上带一千块 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的人 如果它要带金属带一千块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带 你搭穿钱挂在身上 对对对之类的 那现在再进一步抽象化 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过程 发现说它眼镜的流程是慢慢的 从它本来的这个实用性慢慢抽象掉 对 就越来越不讲究实用性 这其实也可以反映现在很多人 对于比特币的一个批评 或者是讨论 就是说比特币它没有一个内在的价值 就会说黄金至少什么台积电在做晶圆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到 或者是说至少黄金看起来很漂亮之类的 但是比特币它连用都用不到 然后它那个logo也看起来不怎么样 我相信这个东西 从我们刚刚讲的 从稻米过渡到贵金属这个阶段 一定有人讨论过一样的事情 或者说从贵金属到纸币的阶段 大家想说纸币这个东西就是纸啊 它没有金属的价值 为什么大家用这种东西 当时一定也会有这样的讨论 对我觉得这只是历史在重演 只是我也没有把握 就是说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是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 在讨论这些东西 对那这样听起来 我会不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会把各国 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 或者是说印钞就比较直觉 当成是一个水龙头的话 那就会说这个水龙头 它没有关起来 之前比特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资产 它基本上大方向就会一直这样涨上去 对我刚刚其实有提到 我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比特币持有者 我大概就是大家对于法币 不信任的那个阶段 我会持有比特币 那大家如果去回想到2018年 就是比特币单一年跌了快7-80%那一年 那一年其实就是联准会 它紧缩货币 它就是觉得宽松很长一段时间了 它希望让它的货币政策可以正常化 所以它不仅把它的利率从零 开始慢慢调到大概2.5% 也把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也就是它释放出货币的规模 慢慢地降下来 所以在2018年 它同时做了这件事情 也就是在那一年 比特币跌了快70% 那这是上一次的比特币的熊市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今天各国政府去把这个水冷户关起来 我觉得一定会对比特币 或是其他的加密货币的价值有所影响 因为大家会想说 那是不是美元的价值又再回来了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相对来讲 比特币的价值是不是就会下去 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 像最近其实就是 全世界的股市跟加密货币 其实都修正了蛮大的一波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快速的上升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看到疫苗已经出来 然后疫情开始趋缓了 那美国经济上来了 然后通膨上来了 大家就在担心说 那个联准会会不会减缩货币 所以反映在公债就是值利率上去了 利率上去了 所以让这个全球的资本市场 在最近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动荡 所以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 假设他今天真的要减缩货币 我觉得一定会对这个币价有一定的影响 我自己也是有类似的看法 只是说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 他把这个水龙头关掉的时候 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该出场的时候了 应该是这样 那我自己是不太确定 我什么时候要出场 但是我有一个反过来的看法 就是说只要看到他说 我们又要再印多少钞票 我就会再买一些 对这样子也是正确的说法 我不太确定我什么时候要收起来 但是只要他在水再开大一点 那我就再多买一点 其实以各国政府目前债务来看 我觉得他要回复到以前那种正常状况 真的非常困难 所以讨论到这边 刚刚比较多都在讨论我们个人 那现在就是想要进入说 到底进到这个企业 例如说特斯拉或者是MicroStrategy 或者是Square最近也买了一些 那R他们也怎么一直都在讲比特币 我就很好奇就是说 那这个企业的思考逻辑跟个人一样吗 还是说他们有其他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每一家公司 他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像我们刚刚讲的Square 他其实是做一个支付的公司 所以他们买比特币 他其实在他的公开的文件里面 很明确的讲到就是说 他们买比特币是希望可以让他们的 Cash App的用户 可以在上面去交易比特币 所以他们买进来是要做一个 做事上就是Marketmaker的一个角色 来做他们上面的这个供需 那像MicroStrategy我觉得他就是 很想把自己变成比特币的形状的样子 他就是拼命买 他其实也没有说他要干嘛 那像Ark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 他买的其实不是直接买比特币嘛 他买的应该是Grayscale的那个GPTC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看好比特币 未来的用途 对 所以其实这几个公司 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那特斯拉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些公司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我最好奇的其实就是特斯拉 因为他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那他最有在这个社群里面最有声量 然后大家也最好奇就是说 他们怎么就会忽然就买了一个15亿 美金的这个比特币 这对于他们的公司来说 你会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Elon Musk 他跟Peter Schiff在推特上面的谈话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其实对整个货币体系跟整个结算的东西 其实是蛮清楚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Musk他是PayPal的共同创办人 所以他对整个支付体系应该是非常熟悉才对 那所以现在大家在看特斯拉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明年你觉得特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目前就觉得说 它是一个很未来的公司 或者说Elon Musk这个本人 那或者是说电动车 未来他可能可以结合 因为我之前在讨论很多这种数位支付的时候 会有一个情境 就是说那未来的汽车 他也可以透过数位支付的方式来支付 例如说什么停车费 过路费等等 只是这就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那都还很远 只是说我会说他是一个很数位的公司 那只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把这间公司 跟比特币串在一起 就是说他们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像我们在看特斯拉这家公司 就是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单纯做电动车的公司 因为你其实如果仔细去看 他的公司里面两个主要部门 一个是汽车 一个就是能源的部分 那汽车的部分就是电动车 那他其实有在去年吧 就是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的自驾系统 那今年会达到level 5 就是会去做这个robot taxi 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看起来可能会跳票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做起来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像刚刚好就是ARK 他其实在2021的big idea 今年这个东西 他们也提到robot taxi这个东西 他们认为说 这个东西可能未来会去主导 城市里面的交通 就是未来你可能不需要自己有车 然后你可能就是去呼叫这样的一个自驾车 在你上下班的时间固定到什么地方去等你 然后你就去用这个车就好 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会想到一个就是说 那这样子大家还会买车吗 可能整个汽车销售量会下来 这个就跟过去传统车场的销售模式很不一样 过去传统车场可能就是把车子卖给你 它就一次性的销售 它之后跟你的关系 比如说你这个车子要拿去干嘛啦 或者说去哪里加油 其实跟它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今天电动车 特斯拉把车子卖给你之后 那后续你可以加入它的robotex的车队 或者是说去它的充电桩充电 你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跟这个消费者 保持的很紧密的一个关系 甚至是你如果不是它的车主 你要去搭乘它的robotex 你也会跟它扯上关系 所以它就会变成说 从传统的一个车厂的一个 单向线性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变成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生态 你可能搭乘它的计程车啦 或者说是用它的充电车去充电啦 这些关系等等 那这个东西就可能会需要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支付 或者结算的一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Tesla的能源部门 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比较忽略的啦 但Musk它有说到 它的能源部门 在今年或是明年 可能会跟它的电动车部门 涨到一样的大 那它的能源部门在做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做 一般家里的太阳能屋顶 然后就是帮你去做太阳能的发电 那它也在帮你在家里做一个叫做 Powerwall的除能的装备 也就是说你太阳能进来的话 可以把它储存在你的Powerwall里面 那它可以提供你家里的充电 那另外这个东西 它还可以帮你算去 离风跟尖风的时刻 比如说像我们 可能平常用电 电网的尖风时刻 电很贵的时候 它就帮你用自己太阳能的电 但是如果是离风时刻 如果主要电网的电费很便宜 它就把那便宜的电 储存到你的Powerwall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储能设备 那除此之外 它还做了一些 企业跟商用级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它跟过去的传统电网 也很不一样 传统电网就是由政府 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盖一个火力发电 或是一个核能发电厂 然后通过这个高压电来 把它输送到城市里面 然后一次性的销售 但你看到这个Tesla 这样的一个能源体系 就是它是一个分散式的体系 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是发电的人 那你也是可以是一个消费者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它把一个传统的一个 中心化的一个电网体系 变成一个分散式的电网体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在Robotaxi 或是在能源这个系统 它其实在未来业务的形态 会越来越长成像这种 很复杂的网状的一个生态系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会认为说 那它是不是有可能去做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上的 一个支付的系统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像比特币 它不一定要自己当一个支付层 它可以当成是一个 价值储藏跟结算层 那Tesla它有可能 在这个比特币的结算层之上 再去做自己一个支付层 然后去完成它这个 刚刚讲的那几个东西的 一个支付的体系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是因为我们觉得 进入到物联网的时代 区块链这种 让机器跟机器的沟通 跟交易 其实会变得很频繁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认为Tesla它可能会 以比特币为一个 价值储藏的核心 然后去在它上面之下 再架一层 然后去发行自己的特斯拉比 去完成它这个 刚刚讲的那两个 生态系的一个支付 对 我觉得你刚提出来 这个观点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就是说从以前的 无论是车 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说 到底要不要买车 然后要买或不买 然后我就想说 有没有这种WIMO 这种模式的汽车 然后最好它是特斯拉 那我就可以不用买了 那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我买了之后 然后三年之后它就出来了 那我就 白买了 对啊 白买了 你可以帮你的车子 加入Robot Tasty 让它帮你赚钱这样 对 那这是一个考虑 就是说从 我最近在跟我爸妈讲说 特斯拉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跟普通的汽车 最大的不一样之处在于说 以前的汽车是你买进来之后 这台车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接下来它只会往下走 它不会越来越好 那特斯拉它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跟手机一样 它可以慢慢的升级上去 所以它有可能 你下一次升级了一个新的功能之后 它可以慢慢的上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第二个是说 它是一个电动的 那它现在就可以通过网路 那未来它可以通过网路 跟其他的汽车之间连接 所以它从一个单向的销售模式 就是我直接卖过去给你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对 或者是你偶尔开回来包秧而已 但那只是有点像是 英镜的义务而已 那不像是一个说 我真的真心想要跟你维持一个关系 那但是网路 Tesla的模式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你刚刚说 Robot taxi这个模式 它比较像是说 那我们有刻意维持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形成一个网路 那我们这个网路越大 那它的影响力就越大 那另外能源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以前是一个单向的能源 那自从它有一个除能设备之后 包含现在台湾的这个太阳能 目前也都还没有办法除能 就是说上面有个太阳能板 你只是说 那收完了之后你就直接卖掉 那接下来它有一个除能设备之后 它可以跟着电网做一个互动 然后变成是网路的概念 它从一个单向的接收 变成说你可以输入跟输出这样子 那这每一次的这种单向的交易 变成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些金钱的往来 那现在的数位金钱往来 基本上我们就会说 那我觉得比特币跟这个传统的这种数位支付最大不一样之处在于说 它比较容易程式化 就是它是一个数位原生 而且可程式化的金钱 它不需要说那我先去跟某一个银行 然后说那我先开通一个功能之后 我才能做这件事情 而是说我在这个区块链上面 我就可以自主的propose一个提案 然后我就可以去修改某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可以让这个未来的数位世界 你刚刚提到物联网或者是车联网 它交易变得越来越方便 只是说这是比较未来的应用情境 那回到你刚刚在提就是说 Elon Musk或者说特斯拉为什么要买比特币 我觉得一部分当然可能他们是看好 就是说单向的销售模式会变成网路 或者是比较类似订阅制的这种 维持关系的服务模式之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那现在到底要投资哪一种币呢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就只有比特币为首 因为现在整个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里面 60%或70%的市占 基本上都是由比特币为主 那所以基本上有点像是说比特币涨了 那其他的币就跟着涨 那比特币跌了 基本上其他的币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那所以像这个股票 你可能就会买0050就是买指数 那在加密货币也有人想说 那有没有那种指数可以投资 就说不用找指数了 就买比特币就好了 反正比特币涨了 那就其他跟着涨这样子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部分当然是说比特币 它在这个整个数位世界里面 最终会变成一个价值储存层 那之前有找这个比特币的研究员 陈伯伟来讨论就是说 现在比特币的开发者们也正在开发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release 的一个就是说真的让比特币用来做支付 就每一次的支付的手续费可以降到非常非常低 就是你几乎是可以忽略的程度 就是可能小于一块钱 然后而且可以及时到账 那但是这整个还是建立在这个比特币的区块链上 那于是它就可以真的变成说 我们最一开始提到的 大家透过比特币的支付网络来付账 那最后的结算是在这个比特币的区块链上 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看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金本位提系 我们其实也不是拿黄金来直接做交易跟支付 其实黄金还是回到它最基本的价值储存跟结算的功能 我们真正支付是有黄金倍数的法币拿来做这个交易 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比特币它 也许它就维持到原本的结算跟储藏那一层 那在它之上也许我们就可以再去做支付层这样的东西 并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绑在一起 因为从法币的架构来看 其实它就是这样 除了这个企业之外 因为看起来有一个发展的脉络 就是说从2017年之前 可以说这是个人在投资比特币 然后从2020年开始 变成说企业开始买比特币 那在下一层就会变成说 我很好奇的是 未来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到 哪一国政府会开始买比特币 那为什么 我个人是还蛮期待 但是我觉得几率不高 因为举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好了 像美国这样子的 无限制的量化宽松 他们其实就是美元本位 我就用美元跟你结算 我说你不用管我可以发多少 但今天如果说它发行美元 很需要跟过去一样 有个黄金的准备 那现在要有一个比特币的准备 它等于是把自己原本已经松开的手 又绑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像美元欧元这些国债来讲 他们可能不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样等于是限制了 他们自己的货币的政策的自由度 但是一定不会发生 我觉得也不见得 是因为当有人想要去挑战美元的体系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这样做 比如说当年的英国 当时欧洲都是金银副本位 就是黄金跟白银都可以当成他们的储备货币 但是英国当时在变成欧洲最强的国家之后 他就说不行 我觉得用黄金本位就好了 所以他就一个人去把制度改变 那其他的国家发现说 英镑有跟黄金有做连结 所以英镑变成一个最强势的货币 大家都信任他 所以他借款利率很低 所以其他国家也开始去跟进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可能看起来美国或欧洲这样的国家 或日本 因为他们债务已经太严重了 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 但今天如果说有其他的国家 他觉得我自己的债务状况很好 我的经济状况也很好 然后我想要去挑战美元 他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我觉得也许有可能 因为他就说 我的货币 我的法币跟比特币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有可能会更相信他的货币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上 其他国家怎么办 你的美元或是你的欧元 会不会不会应该这样被大家抛弃 如果会的话 你是不是要跟进 跟进的话就变成说 那每一个政府都开始支持这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个 比较大型的国家来开头做这件事情 但是看起来应该不会是欧美国家 对 目前其实大家偶尔会在新闻上面看到说 例如说瑞士的楚格市 这一个据说叫做加密股 就是他们非常支持的crypto的发展 那他们就会说 那开放他们那边的居民 以比特币来付税金 那当然你这标题可以这样看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一层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收完这个比特币之后的下一秒 就是直接把它拿去换成他们的法定货币 所以你会当然会看到说 这样的新闻看起来很耸动 但是你会发现 他其实只是把比特币当成是一种支付的工具而已 你要用例如说他哪一天开放Nike的球鞋 Jurion的球鞋来付税金也可以 但是他下一秒就把它卖掉 那所以这其实就比较不像是我们刚刚提到政府 有没有机会 他们也开始买比特币来当成是这个 他们的这种避险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这个博大来 跟我们讨论这一集 就是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这些资产比特币啊 或者是股票 他会慢慢的一直上去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我们从2020年开始看到企业 开始买比特币之后 未来还有没有机会看到 其他的比特币往哪样方向发展 那我们今天大概有获得一点答案啦 那另外一部分 我想要推荐你的这个付费订阅专栏 其实你是有在Pressplay上面有开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像我们刚刚一路讨论下来 我们会发现说 像总体经济啦 或是科技发展 或是像加密货币这样的体系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平行宇宙 它其实是越来越 关联性越来越强的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世界的货币体系 货币政策的变动 其实会影响到加密货币的价格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 关系是越来越紧密 然后越来越多的企业 他们开始把比特币当成是一个 支付的应用 甚至是价值储藏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 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从 总体经济或从实体经济面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看 这个货币政策跟加密货币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订阅 我们的这个王博达观点 好 那就今天非常感谢 王博达来跟我们讨论这个主题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讨论的话呢 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们留言或评分 那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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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